有一個人在平台 社交平台那裏就慎一下 他說 哎 去日本福岡遇到一些事情不開心 什麼不開心 是不是有什麼國家什麼地方的人搞到不開心 他說 不是不是 這次那兩個應該是香港人 說他們是武品的香港人 究竟什麼事呢 話說去一間酒店裏面 酒店現在都知道 其實很多 台灣那邊都很流行 就是酒店裏面有洗衣房 給大家洗衣服 當然這個真是開心 因為如果你不是有這麼公開的洗衣 你給他洗 我試過一次 那時候和N年前的女朋友 那些衣服等等又不夠穿 即時又洗完 嘩 那套衣服其實呢 當你貼東西是百來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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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牛仔褲 縮度不見了 因為你知道通膏下面比較大抽 本身已經賣了XXL的 底褲是不是 一洗完之後完全 腳都穿不到 已經是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不關事 其實不關事 應該說價值問題 我和那時候的女性朋友 那個女朋友 即是不是女朋友來的 是女性而已 不是女朋友 我說得很厲害 女朋友 那兩套衣服都可以貼東西來的 可能二三百元搞定了 但是那一洗那套衣服 我們在酒店洗 過千了 那倒沒有 我沒記錯是五塊水的 四五塊 嘩 那時候我們檢查到 但有沒有辦法 你又不知道怎樣 有些是否可以不收錢的 可能好一點的酒店 應該免費幫你洗 那間又比較貴價一點的酒店 還要洗完 每一套跟你搬好 一個獨立膠袋 很漂亮 很漂亮 就算那些殘的衣服 都摺到漂亮的牛仔褲 跟你做到起骨那些 沒有怨言的 我明白的 我不是怪它收得貴 因為那些地方 你這樣要求 沒有辦法 又沒有人逼你 是貴貴的 當然 現在很多 都有洗衣房 在酒店 給你自助洗 對於學校宿舍 應該最清楚 對於學校宿舍 給你自助洗 甚至飲品都有 因為有時候你去旅行 尤其是你不想帶那麼多東西 又或者你去的時間 又不是說去一個月 但可能都去10天 很尷尬這些位置 但又不想放很多東西 有些人就會 如果可以在那邊洗 那就好了 我也是一件簡單的 可能放三四件T恤 我可以重穿的 或者T恤那些不用洗也不要緊 底褲那些 我又不想放太多 那就找些扔下去 洗完之後再穿多一次 有些人流行這樣 問問你第一次 穿兩次 有些人旅行 他們說 把你自己最不喜歡的舊衣服 特別是內衣服 因為去到就不用了 扔了 扔了即時扔了 當作換舊 有這樣的心態 很多人都流行這樣 有的 但我以後扔去哪裡 直接扔樓 這樣扔就好像很好 所以他就說找你那些比較舊 殘不耐的 可能不會肉赤 穿完就扔 省省 但你就不要扔走 人家嚇到以為你扔錯位 但我又不喜歡 因為你那條內褲 如果你遇到扔 一定是殘殘舊 比較鬆 你穿上身 你又不是那麼舒服 去旅行 你的內褲經常摺下來 或者扔出來 我的內褲也很鬆 但一穿下去就緊了 我也知道 波波本身 武器的時候 阿斗爺 一穿 那條內褲都撐大了 你看B仔的樣子 B仔 我穿得很鬆 我買了這些加勢 也很鬆 還有很多位置 阿斗爺的人 減肥減到S馬 但底褲買XXL 我知道 他告訴我 上次在外面扔底褲 我看到他在網上 XXL很厲害 為何你掉這個尺寸 反而我自己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時出去比賽 看看你是去什麼地區 你是冬天去還是夏天去 比如說比賽最簡單 因為你一定是穿制服 就算不穿制服 你也要穿一些衣服 有些我試過跟一個老前輩一起 他是慣常出去的 你知道男人較為幾件頭 你天氣不太冷的話 穿來穿去那幾件 比如那時候 不知道阿溫一個星期 他原來有個習慣就是這樣的 可能穿衣服 但只穿了一天的衣服 你穿完一天的衣服 可能你臉上的衣服 你是把內衣、內褲兩邊 反轉穿 洗澡時自己洗完 然後再掛在那裡 掛在那裡 但是你去到第三天 你開行冷氣 其實你第一天就乾了 可能很吵 可能這件衣服 是底部的 還有一些噴味很差的 你這樣吹乾它 就跟焗、沙油分別 同房那些就麻煩 如果你一個人一間房就說可以 三、四、七年 跟你同房算數去旅行 你掛老弟、黃織 大家同性都怎樣都說 哇 剛次的條件也很大條 看東西吧 不要吹乾它 免得有點皺眉 你還沒在那裡 Bian 你幹嘛 我也不穿底褲 Bian 你幹嘛長褲在那裡 不是在那裡是短褲 哇 這麼大條 說回這裡 於是他去那些酒店 這個網樓主就說 有自助洗衣服很開心 誰知道他去到那裡 有機衣服已經過了 已經洗完了 為什麼他還沒拿出來拿 還在那裡 他就跟酒店在那裡說 有洗衣服在那裡 當然溝通 可能簡單英文或者什麼 有人洗好衣服還沒拿 還沒拿到幾個小時 沒錯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幫人拿 因為這是一字助適 第二 我又怕你那些私人物品 或者有什麼損失 或者有什麼麻煩 等多一會 他很快來的 問題就是外面已經有幾個人在排隊 就預備洗衣服了 好了 他即時就拿回那些衣服 就罵了 對 那最後有沒有罵他 沒有啊 我就要擺 怎麼辦 沒有吵架 就這樣算了 無理生財 即是分享一些事件出來 對 就鼓氣 我記得以前我住學校宿舍 在英國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大一 因為以前高中 就有這個host family幫你去洗衣服 但是去到大學的時候 就沒有了 完全自己出來 就是用剛才那些自助式 他每一個宿舍區裡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就讓你做這些laundry work 那時候你去那些超市 就買了什麼三合一 一個餅那些 就是扔下去 洗衣珠的洗衣櫃 對 油信、漂白、什麼L都搞定了 當然 自律的人士會計時 假設例如說 一個小時 我放在這裡 有時候會這樣的 以前就可能要約朋友一起洗 洗完之後就出水 或者去八街超市 即是那邊Sainsbury行走 吃兩支煙 出水 就行了 就去那裡拿 但是當然有些人士 就很霸道 就是怎樣 就好像那些 就放在這裡 喂 真是炸火 沒錯 有時候 尤其是沒有日子 有些時間 可能是星期六 晚上大概八、九點 就很多人 沒有人全部都要洗 不是只有一個人洗的 洗完又要乾 那時候很煩的 然後有些就是怎樣 放在這裡 搞錯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都不夠 這些真的要整治一下 你已經是見到很多人 好 回頭再過來 可能晚上的時間會鬆一點 再回來 喂 你還在這裡? 你的機器 怎麼搞的? 你為什麼還不放在這裡? 應該有人會處理它 就打開蓋 二個小時 洗那麼久? 都不放乾淨的 對吧? 但問題就是 那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他們怎麼做? 酒店不敢動你 我們都是學生 他們會怎樣? 這樣就把你的衣服都拿出來 他又不是放在地上 他拿個籃子 那裡都是籃子 放在籃子上 然後就放在旁邊 有時候你去到的時候 原來被人拿出來了 你的東西 因為你太久了 對呀 真的要這樣做 但問題就是 有時候 現在我搬了出來住 我那時候都會去自作洗衣服 隔五小時 因為有時候就拿回家洗 有時候就是自作洗 你都要計好時間 現在這個一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先吃個飯 現在開機 那你就吃個飯 吃完飯回來的時候 洗完 洗完 那你就乾淨 九個字 九個字就去旁邊 那邊走走 或者吃個糖水 搞定就游回來 其實應該是要自律性的 特別是日本的人 很有規矩 很自律的 你不可以這樣 一機吧 你幾個小時 你多三洗 那你就一個小時 即是密一點來 完了立刻拿 再排個隊 再洗 這樣嘛 對 鐵文的樓主就說 我知道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就算我怎樣於事無補 不過 我真的想奉勸大家 特別是香港人 如果去旅行 希望大家受到應有的禮貌 應有的尊重 不要丟架 因為真的會燒死人 如果肯我理解 在裏面來說 這種文化 這段三文對我來說 是不意外的 因為我也深同感受 事實上發生 因為 就算以前我還沒搬走的時候 賺到你 總之1個星期 我們都要洗皮 和床單 都要洗幾套 連工人 我10年新一次的 你這麼說 我現在出來住也少洗床 當然你在家裡住的時候 我家裡有工人可以每天開機 洗就可能叫工人洗 乾你根本不可能這樣 當你分開洗、分開浪 有時候不乾就不乾 現在真的很方便,幾十元可以整個機器焗光 我洗完多數會拉一輛車子到樓下 即是你家裡沒有光耳機 沒有光耳機,就是用光耳機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只是我時常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而他們只是去旅行之後 把這種劣質文化發揚光大 本身香港也有很多 我每個星期都面對 然後我們永遠都說 尤其是會南天,只有五台機器都可以 每個人吃飯都拿東西下來 但每個人乾完之後就不拿走 全部人都站在門口 被自助式在那裡等 搞錯,有些是等了半個小時 其實有些自助式洗衣服有一個籃 那籃子說如果你認爲真的很阻礙 就把它拉出來丟進籃子裡 但一丟進籃子裡 其實你跟再洗過沒有分別 我真的有很骯髒的 自助技 那些很骯髒的 不知道丟了多少東西 又有塵 那些我不敢用 因為那些人髒衣服用那個籃子 對 也不知道有沒有性病 而且那個是有濕和有乾的 你不是說那個籃子是扔乾的 可能你濕了又不拿走 可以濕滴滴滴滴 就照樣放進籃子裡 如果給我擦一擦 那你會在門口 等你坐 那麼喜歡放在機器裡 我給你洗多一次 又一次 不拿走 我掉下去 為甚麼那些人很差 文化 你已經夠遲離 你遲離 還要思思言言 沒有悔意不得此 還有些人很討厭 不是馬上搬出來 慢慢逐一塊 對 打開它 慢慢摺 那些人都拿出來 在角落後慢慢摺 對 對 那些人不夠火力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 我永遠很討厭 10分鐘15分鐘都不見 我自己打開 坐去你也傻 當然 替人頭者 我自己也會 教鬧鐘自己跑下去 我怕自己會受到 認不住你 就是這個戴眼鏡 這個肥肥子 他經常穿白色衣服 他下次計時一 一響鐘 你那個人不在座 他又可以摸你衣服 你已經報仇了 所以我自己 一件事 我是其中 我是肯拿自己的村子 入面 我是有一間兩間 自己這些自助式的 我自己都經常去 兩間都面對這些問題 你想想 何況全香港 現在這麼流行自助式的洗衣乾衣機 而只是他自己 把這種文化帶去旅行 千萬不要 拍照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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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